微軟是整個查德GPT的老闆 最早查德GPT最早是想搞什麼 non-profit 要搞這個所謂不賺錢的公益事業 最後搞不成 最後還是被巨頭微軟的比爾蓋茨拿下 比爾蓋茨在這個微軟界 在世界的軟件界還是巨頭 接近兩萬億美元的市值 他的對頭是艾勒馬斯克 他最終他把這個AI拿走了 OpenAI OpenAI 現在的整個的查德GPT1 GT2 GT3 絕大多數的後勤面工作都是在中國開展的 最早大面積的搜索信息和測試在中國開展的 用大量超級電腦是跟中國政府合作的 現在微軟出來了 是吧 哎 沈南鋒說你不讓我投資 是吧 你惹得起我後面那個乾爹嗎 是吧 乾爹 共產黨來了 是吧 Square 你可以搞得定 我沈南鋒搞得定 誰誰誰屁 你搞不定 所以共產黨派出大量的 所謂的政法團隊科技對外開放外交部要說服 你還想繼續賣軟件嗎 你想賣給中國軟件嗎 你想要中國市場嗎 是吧 中國那一套 是吧 就是拿市場炸彈 市場威脅 市場超限戰 就來了 微軟本來就是一條褲 穿一條褲的共產黨 好辦呢 是吧 只要你答應我的條件 那好辦 所以說查理GPT要很快第一個答應 說要和共產黨要合作 絕對不能有任何對中共的最高層 特別是習死黃 習死黃 還有中國共產黨的八九六四 雷洋事件 剛剛的胡欣宇事件 具有新疆集中營 西藏自焚 達賴喇嘛 香港的整個所有的真相 對臺灣的整個攻擊都不能說 然後又提上一條 特別是NFSC 新中國聯盟 以郭文貴為首的所謂的外國勢力 顛覆中國共產黨的團夥 說那是他們肯定微軟 很難應徵 說那美國人看到了NFSC在美國這麼大的 第一外國的政治影響機構 在美國最大的一個有影響力的外國人 Miles郭 你把他給消失了 那這個不行 那咋辦呢 咱弱化他 咱醜化他 所以僅僅不到72小時 新中國聯邦還有Miles郭和郭文貴 已經完全改變 甚至在中英 繁體中文繁體英文 昨天晚上和前天都不一樣 同樣的答案都不一樣